哈喽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款游戏 如果你是喜欢模拟类的或者是牧场类的 应该整个会沉迷下去 那这款游戏的名称叫做 Let's Build a Dune 基本上它就是一款盖动物园的游戏 在里面可以模拟到很多客人的反应 包含动物的反应 还有动物的交配生殖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由玩家来控制 很多不同的变数全部都在里面 可以让各位玩家享受经营一座动物园的快感 游戏的封面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在名称的部分它是全英文 下面这里有写啊 它有附上DLC的恐龙岛 另外它在三种模式之下 都只能支援到自己一个玩 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那我这次买的 因为是在新加坡买啦 它的卡夹呢是美版的 OK那接着就赶快来进入一个 简单的游戏分享啦 那么这款游戏的正式名称是 Let's Build a Dune 中文是翻成一起来盖动物园 在三大家机跟PC平台上面都买得到 我买的是Switch版本的实体片啦 那价格的话 Switch的实体版差不多是900多块 Steam的会比较便宜一点 可是如果都加上DLC来看 价格真的不会差太多 因为Steam的主程是卖300多块 恐龙岛DLC是卖400多 加起来约略800块 实体的话可以拿到卡夹外盒 又有交流的用法 多个一两百块啦 真的也是很划算 数位版的话呢 则是可以拆开来买 另外两个平台呢 就由大家自己来评估看看 有一些优缺点 也会在影片后面来跟大家分享 那从画面看来呢 它散发出了超级强烈的像素复古风格 内容的话老实说 真的非常的丰富 喜欢模拟经营牧场类的游戏啊 基本上它应该会吃掉你不少时间才对 里面的建造改变 饲养的动物 超级多 多到你无法想象 还有混种成大家想象不到的人面私生 不过这只是举例 据说呢可以搭配出超过30万种不同的物种 该怎么规划动线啊 安排游客大量的上门消费 要成为邪恶资本家还是良心的动物照护员啊 这边也有很多变数可以由玩家来掌握 总之开下去准备好时间给它就对了 看像素画面 聆听着很洗脑的音乐 一个假日很快就会过掉 游戏的玩法不算太困难 刚开始呢会有一些简单的教学 接着就是靠自己的逻辑 去尝试建立自己的动物园 动物啊游客各种决定都会影响到游戏的进行 啊虽然说不会到太困难 但也不能够一开始就乱盖一通 财务呢是会无限的赤字下去 玩起来就会变得比较痛苦 那刚开始大致上就是圈上动物圈啊 它会分上草地沙漠水泥各种不同地形 随着游戏的进度还会不断解锁新的地形出现 要养上不同的动物呢 得要依照他们居住的习性 去圈上对应的地形 给水给娱乐设备再装饰一下 就可以去抓动物来养 那动物会有年纪性别饮食习惯 不同的动物寿命啊 生育的速度啊 吃的东西都不尽相同 如果是在同一圈放上不同类型的动物 还要注意会不会有互相攻击的问题 像是土兰跟兔子啦 我就不会把他们放在一起 因为我是超级良心派的玩家 不过游戏倒是有开放给玩家啦 可以拥有实验的精神哦 想要把在一起去尝试看看结果的 是OK的 那动物的话要给水给食物 水比较简单 就是建立起水的网路 再给上水盆呢 就可以让他们喝水 食物的话呢 一开始会做最基本的调配 营养的程度很基本 但后续有赚到钱啊 就可以来做一点调整哦 依照不同的动物 都可以给上不同的食物 养起来也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结果 等到动物长大之后啊 他们就可以交配生小孩 像是兔子啦 鹅的 这种再生真的有个快 一下子呢 就会超过整个空间的最大值 住起来太急是不舒服的 那生起来的小孩呢 会有不同的花色 有时候也会变异 那等到老化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生 我自己的处理方式的啊 目前是会花钱把它给送养 尽量不要让他们挂在园区里面 因为时间到了啊 他也是会老化挂掉 尸体啊 在里面来不及处理的话 也会影响到游客的心情 食物跟水也很重要 忘了给太久的话 他们也会饿到挂 那有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在游戏里面 不算太不能道的行为 就是可以把各种动物呢 做基因的搭配 头跟身体可以拆开来 做不同搭配 变种的动物啊 基因改变过后的动物啊 价格都会比较贵 那游戏进行的时候呢 还会有黑市的商人来找我们 他们会有长得 比较特别的变种动物可以卖 那以初期来看 价格非常不便宜 不过呢可以当成园内吸引人的招牌 当然也有一种方式哦 就是用动物来 来卫装成其他的特别动物 不过这个会影响善恶子就是了 另外黑市商人呢 也会收各种动物 变种的价格会好很多 一般大多会试年纪 会有很大的差别 不同的物种 也会有不同的价格 价格非常便宜的啊 我可能就会卖给他们 一来是可以回收一点点钱 二来是不用处理挂掉后的他 也不用花钱拿去送羊 但是跟黑市商人交涉啦 就会影响到善恶子哦 而且是负向的成长 在游戏中啊 会改变到蛮多的变数 啊当然 如果你看他不爽的话 也可以直接报警抓他 这个选项会影响到 跟黑市商人的感情 因为他也有可能因为你而 入狱坐牢 接着啊 就是做一些基础的建设 跟影响善恶子的各种建设了 像是动物园啊 会有一些削钱专用的美食区 素食店 披萨店 冰淇淋店 啤酒店 纪念品 气球贩卖机等等 好啦 也不能说单纯是削钱嘛 因为游客来了 总是有一些生理的需求 该吃该喝 也希望可以满足他们 可以有更多娱乐的选项 当然吃完了之后 也要盖盖洗手间啊 垃圾桶支援回收桶 椅子桌子 遮阳区等等的 好啦 他们可以休息一下 继续再逛下去 然后有一些研究科技的建设 研究基因的建设 还有饲料的仓库 支援回收的建筑 大型的水塔等等 这些算是都把它盖来 可以维持动物园成长的 功能性建设 大概就字面上的意思啦 没有什么娱乐的效果 但也都不可或缺 还有一些农场 鸡舍等等呢 是可以盖来种植作物啊 自给自足 拿自己种的东西去养动物 算是好的循环 也可以养鸡拿来喂动物 甚至是盖工厂来制造 更多的加工食品哦 喂动物也喂游客 但这一块呢 也是会影响到善恶 这边简单解释一下 善恶值好了 这块大概就是 游客上的感官啦 就是可以选择 好好的去照顾动物 用正常的食物人来做喂食 然后游客的垃圾 跟其他污染啦 也可以拿来累积一些 正向的数值 像是增加资源回收的设备啦 增加风力发电的设备啦 然后氯化环境去 降低CO2的浓度啦 大概就是你觉得很正常 而且很棒的行为哦 都可以让善恶值 有正向的发展 有些建设呢 也会是善恶值的多寡来决定 可不可以建 会不会有功用 像是如果你走善良的部分 那有些善良的设施 你就可以越盖越多 越盖越高级 越豪华 那当然你走恶的部分 有一些恶的部分 就可以让你越盖越多 然后钱可能就可以赚得越快 处理事情呢 也可以越来越干脆 那副相的善恶值 有点像是跟黑市的商人交涉啦 或者是盖屠宅场直接把动物给KO 然后盖皮带的工厂 把蛇身上的皮呢拿下来做皮带 垃圾也可以直接给他烧掉 管他什么空气污染的问题 反正就可以降低垃圾清理费用就好 电动鸡蛋工厂也一样 反正就是压榨机啊 可以快速的生蛋就好 要赚钱 什么目的都要快速的达成 那这个跟很多现代人会利用到的自动化生产 其实都还蛮像的 所以这些都比较算是在负向成长的范畴里面 近来的游客呢 会是园区的状况啦 有各种不同的心情 像是要进入园区啊 就要先从各地搭车子过来 车子也会造成碳排放 游客可能会不爽 进门付门票 费用的高低 我们也可以设定 太贵肯定也会不爽 看到动物呢 不被善待啊 游客还会高举牌子抗议 个不爽 那地上垃圾乱丢 喂 要有功德啊 记得不要乱丢垃圾 因为这些呢 也是游客丢的 又不爽 实在是有点不该 他们进来会依照我们的动线流程去走 看动物开心啊 有的吃喝啦 或者是买纪念品开心啦 累的有椅子坐啦 也可以开心啦 需要节机游吸手间呢 也会开心 反正我们就是做好一个 满足顾客的需求就好 慢慢的还会开通更多不同的路线 可以加派更多的交通车去做接送 就会有更多的游客来我们的园区观光 那玩法的话 看似不难 但是每个点都环环相扣 连员工的薪水啦 道德指数啦 各种的突发事件啦 都会影响到园区的经营 刚开始在玩啊 真的是蛮容易哦 动物的圈 圈太小 或者是一不小心花钱的设备就该太多 导致钱啊 不断的花光 系统呢 还会自动的借贷款 帮我们支付薪水 跟整体营运的开销 一开始啊 就真的是慢慢来 不要发展的太快 边玩边试的状况之下 先熟了之后 让园区一步步成长 等到交通车可以加购啊 路线也越来越多啊 而且园区也设定了差不多之后 再大步的走 去发展园区的规模 很多能测试的点可以玩哦 像是什么样的动物 把它摆在同一个笼子 会有什么结果 怎么规划动线 游客会怎么走 怎么去改造动物 可以生出更多 奇形怪状的不同 变种体 太多细节可以看了 第一次我玩呢 大概搞了一个多小时吧 后来有给库巴 盖一座扩大的建地 结果呢 动线没有规划好 也太积极地乱盖 很多花钱的建设 所以财务真的很难看 接着我才自己又玩了第二遍 算是刚开始小亏 可是有把财务由附转正 不是说小朋友 完全没办法玩 但如果他看不太懂文字的啊 就是需要陪他一起玩 至少要告诉他 盖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作用 大致上呢会有什么影响 面对各种建设啊 跟笼子的开口啊 也都要保留给工作人员 跟里面的游客可以走的位置 那甚至呢 要怎么规划商店区 跟各种不同气候的园区啦 也都可以做一点机会教育 Switch的版本 我目前为止玩到现在 盖多一点啊 又加速去跑的话 稍微会有一点盾 但还不至于到玩不下去 它总共会有暂停 跟三段速度的变化可以调整 差不多盖到一个段落之后啦 我是几乎用全速在跑的 偶尔才会让他缓下来 去选一些决定 或者是跟黑市商人交涉一下 字体的部分 在电脑荧幕跟电视荧幕看 都非常的OK 可是掌机状态比较尴尬 光是右边那个任务显示 它只要任务同时有好几个跳出来 字体大小就会小到整个糊掉 这边还是用OLED版本的主机 如果是Lite的 那就更不建议了 当然解决的方法也不是没有 就是它可以从选单里面 叫出任务的视窗来看 但就比较麻烦一点 玩到现在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我的心得就是 只要你会喜欢类似的模拟游戏 一定会陷下去 太多的变数可以测试了 像我现在只玩 善良版的动物园经营者 下回如果再玩一个 邪恶版的经营者 我想又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式了 好啦 那喜欢这款游戏的 也别忘记自己去收回来 那如果喜欢我这支影片的 别忘记点个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点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